你知道我玻璃看不清楚有困擾嗎? 其實玻璃看不清楚是因為油墨在你的玻璃上堆積 所以你可能定期的要做你的玻璃去除油墨的動作 那一般我們會建議出完油墨之後呢 還可以上個潑水劑或者是玻璃鍍膜 大家好我是寶傑 我今天要介紹我們新推出的產品 玻璃鍍膜太空梭 我們家的產品玻璃鍍膜太空梭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它可以降低雨霸跳動 其實很多人在施工潑水劑或者是玻璃鍍膜 都有一個詬病就是說 常常比較容易發生雨霸跳動的問題 那我們家的太空梭實測下來 以原廠雨霸來說 可以有效的降低雨霸跳動的機率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保證雨霸會跳動的問題 是來自於玻璃鍍膜 因為它可能問題很多元 可能是來自你的雨霸沒有定期的更換 第二個特點就是它非常的好施工 上下都蠻輕鬆的 所以是一個蠻適合的DIY 可以自己施工的玻璃鍍膜 接著一個特點 我們家的太空梭呢 我們會隨附三個鍍膜海綿 那我們的鍍膜海綿的特色在於說 它可以在很多的不同的角度去攻略 不會像有些隨附的工具是很難操作的 那因為它的大小其實蠻適中的 對 所以有些車子的可能後尾翼啊 一些比較難進去的縫貨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去塗抹到 這是我們家太空梭主要的好處跟特點 接下來施工流程呢 我幫大家規劃了五字絕 方便大家去記 洗除乾擦肚 洗除乾擦肚 那接下來我要跟你介紹就是我們施工的藥絕 洗字絕 簡單來說就是用泡沫溫和的 將玻璃上髒汙與灰塵洗乾淨 洗完後沖水 除字絕 準備一個洗車黏土 去除玻璃表面上的顆粒 除完後沖水 再來準備玻璃油膜去除劑 這個動作主要是因為我們開車上路 擋風玻璃會累積許多的油膜 所以確實的清除油膜 這樣子才可以提高接下來鍍膜的附著力 乾自絕 不管是泡水劑還是玻璃鍍膜 在施工前一定要確實的乾燥表面 在玻璃的四周圍 都建議仔細的用風槍吹乾 乾燥這一點很重要 擦自絕 準備一條乾淨的布 我們太空梭會附贈一罐PW脫紙劑 PW脫紙劑主要是用來去除可能沒有洗乾淨的殘留物 這個動作主要是做最後的清潔 肚自絕 太空梭正式登場 適量的倒在我們附贈的白色鍍膜棉上 這邊的要求是先直線的抹開鍍膜後 再用繞圈的方式將鍍膜均勻的推開在玻璃上面 小提醒 在施作鍍膜的過程中 全程要用手壓住開口的地方 因為鍍膜不能長時間接觸空氣 用完就要蓋上蓋子 存放硬涼處 全車的玻璃鍍膜完成 等待30分鐘後 使用一條全新乾淨的布擦掉就大功告成囉 完成玻璃鍍膜後以下有幾點需要注意 過一天之後才可以POSE 過一個禮拜之後才可以洗車 前擋風的玻璃建議減少使用雨刷 這樣子玻璃鍍膜才會活得比較久 每個人使用雨刷的習慣不同 擋風玻璃的地方多半會比較快下課 可以試情況來反覆的補作這個鍍膜 以上呢是我們玻璃鍍膜太空梭的施工流程 如果你看完我們的流程之後 你還有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私訊我們 我們會有專人教你怎麼施工 我們家的太空梭的玻璃鍍膜 買回去之後對它的效果就會不如預期 我們提供商品的30天的滿意保證 那可以全額退款沒有問題 那這是我們給消費者的保障 如果你剛好有這方面的需求 可以參考我們的太空梭看看喔